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时今日还在说最低工资 有人说加到41.8元 哎呀 加到2-3元 应该生活质量不太加了 哈哈哈 在说的士 加几元 既然这么难搵吃 不如试试做这一行吧 近日有人说 想不到这份工作这么好搵的 什么事呢 就说原来有位 香港大叔送外卖 又来那些5万元 月入5万元那些送外卖 每个人都可以做外卖 不用做其他事 是不是真的? 找到这么多钱 这个大叔转行之后 竟然找到他的新天地 究竟是什么?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经常都说 很多工你意想不到 你以为 找得很少钱 谁不知原来人家赚了很多钱 就像做三行 有些说撕纸皮 撕到层楼回来卖鱼弹 永远在你绝不起眼的工种里面 原来每个人都能赚钱 都很搭水 现在可能你为了 如何赚多钱而烦恼的时候 听一下这个故事 可不可以帮到你呢? 因为近日在网上出现了一位 六十岁香港大叔 就说转行 就做暴兵 做暴兵? 这份工不容易做的 就说一天可以找到一千九元 差不多二千元一天 那你是不是很碰 我当你不要走三十天 三十天也六万 二千元一天 是吧? 哇! 中产的收入来的 你做暴兵可以做到中产吗? 这么厉害? 真不真的呢?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如果是的话 那些人又说 那不如 我懒点吧 做二十四天可以吗? 二十四天 那你就自己算吧 也不少钱 四万多元 我当你一千九元 他说一千九元 去算 到现在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在现在 响往 出来做事 你看到这个环境 已经不再是以前 为什么有这么多特别的工种 会引起大家投入去呢? 像在香港那些 拿着电鸡 转转转转转送外买那些 你不排除它是炒散 有很多人现在很喜欢炒散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度大 一份人工高 又自由度大的工作 正所谓 不要说 不做事就可以找到世间财 小奴多得 我们经常都说 已经是很难得的 近日这位六十岁的大叔 在网上分享 他本来做餐饮的 对 餐饮怎么做呢? 他就说去做步兵 送外卖 老实 这两个行业息息相关 对 对 你餐饮业 币艺 你做送外卖的 一样币艺 但他竟然 他做送外卖 找到日生超过 1900元 让原有收入超过两倍 看看这位 香港大叔说什么 他就分享 他自己转行成功的心得 他说他以前在快餐店工作 14000元一天 哇 差这么远 14000元一天 你想想他那天生多少 一天做10个小时 你想想一天10个小时 月生14000元 一个月只有4天例 这真是 已经没什么人愿意做 你想想26天 找了14000元 鸡碎这么多 你还要做10个小时 这些工 有人说 你哪个愿意做 没有人愿意做 所以你不要怪那些年轻人 你想想怎么做 53元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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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低的工资 他说去大型联锁店 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精力和体力 好了 接着他转行做外卖 做步兵 收入提高超过两倍 这一种行业 属于多努多德 你劲力一点 日生1900元 不是梦 他说 现在一个月做20天 月生30,000 哇 其实这种送外卖的模式 有人说 踩单车的那些 对这些电单车 就是资金 熊猫的那些 美团 喜茶 不是 烤鱼 它怎么改名 我也叫它美团 那倒是 你是美团 真的是 红猫和美团等等 另外它的 延连路卖 好像收盗 不是没 只是少一些 为什么这么多人做呢? 有些人说是单开 我上网看的叫单开 你自己揹着一个账户 基本上找不到吃 有些是三开、四开 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一个人像的士司机 电单车车头 电鸡车头 另外一个问题 他拿着电鸡送外卖的 没有网管的 很危险的 飞到一枝箭去的 其实他应该这些要监管一下 不是阻止你银食 你银食也要注意一下 人家的安全才行 你拿着电鸡飞飞飞 难位 行人路又铲上去 马路又走 你真是害死人 你自己有危险 又没有头盔 一个屈尾 不知道谁不生瘦 一旦扮上去 他就收档了 其实 你说这些辛苦钱 我也觉得是的 但是有人就说 你想想 他拿着电鸡飞飞飞飞 有多辛苦呢 其实 这位大叔说他做步兵 做下去感觉挺好的 因为他现在赚三万元一个月 一个月做二十天 即休息十天 这些工资真的算高了 你想想做二十天三件事 但是他说做步兵 比起快餐店自由 喜欢什么时候休息就休息 一直做 还可以锻炼身体 他说快到六十了 脚骨力依然很好 一举多得 好了 当然 之前已经吹嘘过那些 有位港票 五万元 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接着就被人搞 就说你吹到大一大 哪有五万呢 哪有这么好找呢 现在已经少了 没这么好找呢 就是你 说一说 那些人特意持工不做 占到来做 那就争多捉少了 这样 这些人就怪了 有些人是很有趣的 赚钱的东西他不少低调的 他就像是要告诉别人 要告诉别人 我不够威力 你看我多聪明 你们还在捱世界 然后每个人就跌倒去了 然后跟风 然后出现了一个结果 不要说一千九元一天 你找到几百元一天 都在现有的环境 好了 当然有人就赚他有了道 因为其中大家都欣赏我自由度 好 其实这些所谓的多努多德 的工种 其实是很得到 现有 现今的环境的人士欢迎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刚才他所说 他踩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都是找到一万四元 你说这餐饮服务态度要好些 有人说的士服务态度不好 所以现在的士要加价 你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找得少 我便服务态度不好 当然你的薪务都包了 你可以选择不做的 所以我说 为什么你一月少人入行 又或者那些人宁愿炒散 53元 我计算一下 53.8元 你14000元做26天 每天做10个小时 那便是50多元 你想想 260个小时 一个月做 260个小时 唉 真是 500元 你可能炒散 500元 现金粮 他站在那里 愚蠢蠢蠢蠢 过神 他逗你500元 那当然是这样的 有人说 从打工仔那里 那当然是给你这些价钱 我是创目的 我是聪明的 我是聪明的 为什么呢 你又 逗多一点 我更加聪明 我说什么都给了我 我才不会这么愚蠢 所以其实 现在很多人真的 是现实的 你去到这个时代 你没有办法 叫人不现实 其实大家都一直现实 不过 你们可能在 早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说说那个环境 时代 和现在的环境 是很绝对不同的 就是说 你都现实 但是你得到的回报 得到的结果更加大 你可以很快 辛苦找到钱 然后物价很便宜 轻轻存 很快 存几年就可以买到房子了 买到店铁了 做生意了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不是这样 你随时存20年都存不了钱 存不了一块钱 可以上车 人工只有14000元 你想想 灯油火纳 又说要加价 的士又说要加价 五百物腾贵 就算不租房子 你给三千元家用 只有一万一元 还要乘搭车 又不见了三千 可能一开支 鸡税这么多 每个月存钱 有几千元剩 破坏了手掌 你不要说扣不扣女 几千元 一个月几千 一年一个几万 是不是 如果你靠存钱 存到你一世 存到你白头发都白了 都买不到房子了 所以这些数据 一算下来 就不会有进步 那股萝卜实在太远了 看不到 你找个望远镜 我看不到 那股萝卜在哪里 那就及时行乐 既然立远的东西 我都看不到 那现在自己开心 所以为什么呢 现在大家会选择一些 又要向往一些 你的工作是自由 有些人喜欢work from home 总之我搞定了 其余的时间就是我的 又或者喜欢我自己安排 可以选择就行了 当然 但是我觉得 其实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找呢 有人说 一天你要做多少张单才能做到呢 有人说 计算了 一张单30元 1900元除63张单 一小时三张单 一天要做20个小时 是这样的 他说是靠分散投资 去完成他这个任务 究竟是怎样呢 其实这些都是很质疑的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这么多 当然 他说自己 因为其实不是这么计算的 看看别人买多少东西 你到最后收的钱也不同 如果你刚刚吃饭时间 那段时间 就是多单的 一次过 纳多几张单去送 捕兵 是不是 他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他就说 去想不同的方法 就是用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 他的意思就是 一次过双开三开 同时他又是红猫 又是美团 很多人都是这样 吃招也行 一个小时 不知道有没有一单 有时候 随机派的 你去送个披萨 30元 你想想 你来回 你踩到骨力 腿都远了 你只能赚了几十元 你一天 可不可以走二十个小时 你问我 一天走十二个小时 不是开玩笑 我走过 我上班 我的鞋子不够三个月 就要换 我最高纪录 一天走三万多步 四万步 我不是送外卖 我只是在公司做事 走来走去 一个场够大 没办法 他又没有那些 你给一部 那时候我公司 你给一部 那些哥尔夫球车 我兜了一圈 我都要五分钟才兜完 你不要说人走 走到脚远 真的 所以你说 如果他做步兵 这么厉害 行不行 这是我质疑的 当然 试过有些港飘 石士生 试过做外卖步兵 对 他说 你开玩笑 不是吧 1900元 不是猛 这些钱不是人赚的 他说 这位港飘 石士生 他说挑战一下 香港送外卖能够赚到多少钱 花了过百万留学 毕业之后 他说 真的做得不好 随时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就去送外卖 不如试试做外卖 他屈指一算 下午送两单外卖赚了62.1 他说 打的花了30元 还剩32.1 即是平单 一单就是30元 你还要计算去接单 拿餐 送餐 一小时一单 好像他这位 李石士生 一小时才做到一单 赚你三条 时薪30元 还比最低工资 那你做吧 所以他说 这些工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你又相信不相信呢 1900元可以的 我从来是相信可以的 因为我了解过 我曾经去看那些 送外卖讨论区那些 看过 他说 你一个帳户当然不行了 你旺的时候一次过 几部机响接光 那你就同一时间 可能接到三四单 你还没计算那些餐厅爽不爽手 一间餐厅卡住你的时候 你分分钟可能等你两三个字 基本上你浪费了些时间 那好吧 当你同一时间派三单 那你派三单 你三个怎样 我当你三十凉四十元一单 差不多了 三十凉四十元 那你也是赚八几元 那你一个来回 分分钟都已经没了 没了整个小时了 即是你时薪八二元 那你要继续做 继续做十个小时 你才可以赚到千多元一天 那你就自己计算 那你还要好天 好天就收下雨柴 有淡有旺 下大雨的日子就更旺 不好天的日子就更好 但是你预计了长假期 或者那些日子 很多人是外游的时候 那你就没什么生意 这个其实也是 所以你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公众 你没办法预计得到 你那个月可以收入多少 如果你想着 真的靠它来养妻活儿 其实也有点危险的 不是说你勤不勤力就可以 这些东西当然 是多留多得的公众 但是 天哪能不能给你这么多预计呢 或者你 有些人是夸区的 很厉害的 知道那区特别旺 一到旺的时间 就去那区了 所以有些人买两元车 你想想 如果买两元车 我去到旺角那段时间 吃饭时间的 特别多人在外卖 旺角做步兵 鬆鬆鬆鬆鬆鬆鬆 鬆都静了 那天就收工 回家 都可以的 你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区 那当然你要熟路 你不熟路的 你就走死你了 那你想想 如果那些酷热天气 几十度的时候 你不走得你抽 所以 这些工种 不是每个人都赚得到的 但是 亦都佩服到他的 六十岁 不停走 其实有些 以前派的快递 我记得很辛苦 背着一个很大的袋 坐地铁那些 陰公珠的派件 那些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 去送外卖 我的手只能拿到那么多 只能拿到那么多 那你就去试一下 但是你问我 依我的观感 其实这些 都真是好看 看上去就好看了 以为好玩 其实做下去就糟糊 你想想 如果那一小时你吃白果 那天你怎会追 好了 今集整集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